8點12分35秒的時候 彈道口開啟 然後飛彈準備離架 傾斜的彈道口噴出飛彈 唯一帶著熊熊火光 熊三誤射瞬間畫面曝光 檢調初步研判 自稱失眠謊神的中式 誤切作戰模式 但要發射一枚超音速反艦導彈 可沒這麼簡單 我們所看到的監視器 並沒有針對這個戰情室 當時實際上發生的過程 有任何的監視的錄影的記錄 發射流程共有5道保險 首先從兵器長手中 領取並接上火線後 在士官長陪同下選擇模式 再設定目標選擇飛彈 全程都需要複試驗證 最終經上級下令才得以發射 沒想到現代化的液晶系統 遇上換散軍計 釀成大禍 訪換於衛蘭就有退降建議 將硬體設計複雜化 讓原先一人得以操作的系統 改為兩人以上 又或在選擇模式時 加入房呆提醒 專家卻認為恐怕因噎廢食 如果增加房呆措施的話 其實會減慢關係的反應速度 所以其實參謀長的顧慮是有道理 還有崔江認為 將滿市菜鳥官兵的三級艦 搭載高等級的反艦雄三飛彈 不太適宜 專家也有不同意見 大的武器配備到小的巡邏艦上面 事實上是可行的 那當然其實不要忘記 台灣是以小博大一個戰爭 所以這個說法可能是有點牽強 我覺得要檢討的還是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沒有按照紀律來辦理 也就是說其實原本的規定是有 而是人沒有去確認屑實的資金 兼顧即時戰力與防堵物射警示之間 拉高火線管控層級 不失為者中之道 但正要根除國軍必病 恐怕要嚴格落實軍紀整頓才能對症下藥 謝謝收看張宇軒 台北報導